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天带队20家跨国公司代表团 9月4号开启武汉之行 此次活动旨在推动跨国公司与湖北深化经济合作 支持湖北疫后重建和高质量发展 同时展示中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成果 当天跨国公司代表团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生物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常飞光纤光蓝股份有限公司 星巴克汉街甄选店等地参观考察 湖北武汉 宜昌 襄阳三个城市进行了推介 戴尔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政府事务总经理周斌表示 在此次疫情期间 武汉的企业有很明显的特点 数字化转型的行业 企业在企业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智慧物流 电商 数字教育等 他说此次来汉希望抓住武汉发展的机遇加强合作 我们希望更多的传统的企业 包括中小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 加快数字化转型 应该武汉在这方面会有这方面的优势 因为它从中间从这疫情的过程 就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体验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看到 充分了解武汉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方向 这方面的一些布局和一些政策 能够期待着能够抓住武汉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机会 成为为我们下一步在中国的布局奠定基础 第五次来武汉的松下电器 中国东北亚公司副总裁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赵炳蒂说 武汉为中国和世界疫情的控制 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这次既是来学习 也是来了解市场 昨天晚上到了以后 感觉武汉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激动 这个感觉武汉很安全 可能是全球包括中国最安全的这个地方 赵炳蒂称 未来在中国 松下将重点拓展两方面的业务 一是智能家居以及养老 室老产品 一是适应健康保鲜需求的冷链产业 赵炳蒂表示 希望在湖北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作为松下我们一方面 结合经济发展的势头 也看到咱们武汉湖北 未来发展的新的动力 包括现在中央所提到的双循环 一些经济发展的概念 这面发展会有很多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期待松下 也做点贡献 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表示 湖北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向好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多年积累的综合优势没有改变 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 欢迎跨国公司参与湖北义和重振 和高质量发展建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